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新 在七七时代,智能手机已经相当的普遍 对于年轻人来说,智能手机大大提升了我们工作与生活的便利 但是智能手机的一些复杂操作却难倒了老年群体 今天小新就来到了吉林省老年大学 在这里开设了智能手机课 接下来就跟小新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吉林省老年大学智能首席的课程于2015年9月开设 学员的平均年龄在65岁 每周都要上课已经成为老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在我来的时候课程已经开始了 于是我找了个位置坐下 今天的课程主题是如何查看自己的账单 还有如何在线上预约景点门票 在课堂上,我看到了他们有的人和同桌交流学习 还有的在跟着操作一步一步的记笔记 这个就是怎么摆出网盘呢 手机里面的文件和电脑怎么转换 现在我都会了 照完相拍完照片把手机的内容 传到电脑上 就是凡是我不会的 再回去找都能找到 都能查到 哎呀您字真漂亮 一板一板 就是回去我都整理的 整理的 整理的那个 月份也是 看上下可以选择月份 这样选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查看2022年8月的照片 我们点击一下 确定 今年70岁的刘九存爷爷告诉我 智能手机课深受老年人欢迎 上这个智能手机课得靠墙 我是说当时报这个 三年前报这个手机班的时候 是很难的 为什么 报名太多了 我都是头第一个学期没报上 后来第二个学期完了 让孩子给我报的 早早的一到那个时间 在网上报的 就是特别多人需要这个 这是第一年 等第二年我就都会自己报了 在下课休息的时候 大家也要自主脱膛 拉着老师提问 互相交流 课程教会了银发族 用智能手机上网 帮助他们学会网上购物 生活缴费 线上预约 这样的课程 让他们享受到了互联网 带给老年人的幸福 那你们两个觉得 就是上这个课怎么样感觉 收获非常大 因为原来 原来主要是 原来这个前些年吧 上班的时候比较忙 就是在年龄大了 对这个手机的学习吧 应该说很不到位 感到很落伍 参加了这个学习班 之后 金谷老师给我们讲 所有的这些东西 现在我都会了 所以说现在 自己感到 底气很足 感到自己也是一个现代人 不落伍了 与时俱进了 应该说 生活质量确实提高了 所说的 毛有所学 毛有所能 毛有所乐 我真的会说 我太晚了 我听着了 我真的会怎么办 我这样我 我真的会不可以